李维嘉在湖南卫视我家那小子节目中说过,授板前锋在我心里,颜值可以排进前五。 当时大张伟不敢相信,认为李维嘉是在拍满屁,但是没想到,前锋用一个月的时间,成功瘦了二十斤,虽然没有瘦到十四年前,拍掐同学少年那个时候的体重,但已经隐约可见,当年前锋也多帅了,今年是天天向上十周年。 所以节目组给天天兄弟四个人,准备了一个新远州计划,前锋借此逼迫自己净肥,从一开始的一百八十斤,净到了一百六十斤。 被主名于平人吴清空指出,这可是在天天向上的节目现场,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称的体重,而且穿了那么多衣服,前锋的身高一百八十二厘米,这个体重已经算标准了。 库南卫视最帅的男主持人应该诞生了,李维嘉应该心服口服,本来他就觉得前锋很帅,其实李维嘉也很帅,毕竟长沙流德花不是白叫的。 但吴娜身高不够,何旧也受困率身高,不敢和前锋比帅。 前锋为什么要减肥,因为无论他微博发什么内容,下面都会跟着这样的评论,你又胖了死胖子。 前锋主持天天向上十年,微博粉丝才二百六十万,王一博主持两年,已经九百五十万了,所以前锋才甘愿每天吃主鸡蛋,夜要瘦下来,王航看了都心疼。 和服装见。 特别的离 check.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